來看到這是這位男子今年6月 酒駕遭到台北市警方攔貨 袁瑾說拒絕酒冊要罰款 6萬元吊銷駕照一年 有沒有聽出什麼問題嗎 聽出來了嗎 事實上應該是吊銷駕照 要吊銷三年才對 不過袁瑾已經說出口了 這個法條說錯 也讓男子有機會來做文章 甚至還因此翻案成功耶 因為這個板橋地院就認為 袁瑾說錯了法則 讓法律效果出現重大的瑕疵 審結後撤銷法單